另外我们要持续带你来关心大马女大声的命案 这个案件发生四天之后 由于这名诚信嫌犯在服了大量药物后 今天终于脱离险境 就在今天上午出院之后 被警方借户走进了警察局来做笔录 他依旧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情绪是很冷静的 而目前整起案件还是有很多疑点 经过一个下午的讯问 嫌犯跟警方说双方是有交往的 不过在这五天的时间 女学生一直花她的钱 双方起了争执之后 只不过是想要给她一个教训 却没有想到失手把人给杀了 偷戴白色安全帽 在警方借户之下走进市领分局 他是杀害马来西亚籍蔡清理大声的诚信嫌犯 住院四天状况终于恢复稳定 出院前还悠哉吃了便当 才被警方带回征讯 陈信嫌犯宣称和对方是在社群媒体上认识 只认识一周就交往 这让人起疑心 究竟是追求不成 还是交往吵架 还是感情纠纷 警方调查体重三十八公斤的死者 被发现时衣着完整 但脖子上有勒痕 现场却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也没办法确认有没有挣扎 很有可能是被害人过于瘦弱 无力挣扎 警方更有另一说法 不排除死者可能被吓药 在昏迷之后遭到勒弊 监警为了尽快厘清案情 在十六号下午两点 依照解剖时程 先犯初步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和女友照往五天 对方一直花他的钱 十三号上午十一点 两人发生争执 只是想吓吓他却失手杀人 全案目前朝金钱纠纷征办 但详信事发原因还有待检警 记忆不理清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 我们的CH52华视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